再来看的是让人非常心痛的就是竹东的虐童案出现了逆转 在这个检察官跟法医解剖了南童的遗体后 发现致命伤是后脑勺的撞击 造成了头骨破裂 严重颅内出血 初步认定这就是造成南童死亡的原因 而法医在南童的胃部发现了流职食物残留的痕迹 也就是说在南童被饿死之前其实就已经被打死 死者的救工经法院裁定羁押 而死者的母亲也经少年法庭 财定收容